他是三国中最大的赢家,熬死曹操三代,等到七十岁起病造反,他就是阴险毒辣的司马懿。 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也是最能隐忍之人,装病吃天下,死前礼仪主,不许后代为他扫墓。 司马懿究竟做了什么,为何不准子孙后代为他扫墓? 一台来给大家讲讲老金雀华的司马懿。 司马懿,东汉末人,生于乱世,从小就自如多谋,饱毒诗书。 公元207年,东汉政权逐渐被曹氏控制。 曹操担任东汉司马时,早闻司马懿的大名,想要求司马懿到府中任职,司马懿不愿到曹府任职,于是装病拒绝了曹操。 曹操一路高升,公元208年坐上了丞相之位,曹操还是不罢休,想要得到司马懿为他效力。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,强制将司马懿召为文学院。 司马懿还想通过装病逃脱曹操,但是曹操不吃这一套了。 曹操派人去请司马懿对派去的人说,如果司马懿还是装病,不出事,就使用暴力手段将他抓捕。 司马懿为了保命,只好担任文学转移职。 司马懿是好学之才,曹洪也看上了司马懿这个人才,想让司马懿帮助他,但是司马懿不愿与曹洪往来。 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,司马懿毫不犹豫,追随了曹操,此后一直为曹操笑命。 曹操虽然看重司马懿的才能,但是此人野心巨大,曹操对司马懿还是有所忌惮。 司马懿和曹丕的关系非常好,曹操提醒儿子曹丕,司马懿是一个非常不甘为下沉的人, 但是曹操非常袒护他,而且非常信任司马懿。 司马懿也因为曹操真心对待他,一直勤力职守,没有越举之为,曹操也暂时放下了对司马懿的防备之心。 公元215年,曹操率大军征讨汉中的张鲁,司马懿跟随曹军出征。 他对曹操说,此次出兵是灭掉刘彰和刘备的大好时机,可以一举拿下蜀中地区,但是曹操却不这样认为,已经取得了冷时,现在还没取蜀中地区,他认为司马懿太贪心,没有听取他的意见。 曹操难征孙权,司马懿也跟随曹操,在激烈大战后,孙权不敌曹操,曹军最后取的胜利。 曹操一带萧雄,孙权有意追随他,他派人向曹操表达了自己的意思, 希望曹操称帝,孙权则向曹操称臣。曹操询问身边的司马懿,他也支持孙权的建议。 曹操在三考虑之下,没有听取孙权和司马懿的建议,没有称帝,因为曹操征讨张鲁,取得汉中地区,再加上南征,孙权取得大胜。 次年,曹操封为魏王,司马懿也在战争中立下功劳,被曹操称为忠叔,安排在太子曹批身边。 太子曹操交给了他,曹操一开始就非常信任司马懿,司马懿不光是好决之士,他随曹操初衷,是曹操的谋士,有非常多的奇策。 所以曹操得重用司马懿,曹操封为魏王后,为国意志战争不断,出兵作战,粮食供应不上。 司马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他认为应该屯田和兴修水利,这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。 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,司马懿虽然野心大,但是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 曹操在魏国称帝,司马懿的职位也有所变化。 升迁为上书又不业,过了一年又升迁了,和上书令陈群平起平坐。 两人一同管理会国的决策机构,过了两年,司马懿又被曹操转任武士,主要负责朝廷外战之士,对朝中之士接触上少,主要在外领兵打仗。 司马懿是曹操的心中大富,诸葛亮反复北伐卫国,战争不断,曹是终能征战的大将所剩无几, 许多年纪小的也都死在司马懿之前,到后来,魏国能抵御诸葛亮的只有司马懿了。 司马懿凭借战争,逐渐的魏国助力自己的权威,成为魏国军界响当当的人物。 司马懿作为魏国最高五职打司马,这个职位没有做多久,又升为了太父,后被曹操任命为辅政大臣,在称帝后的第七年就病逝了。 太子曹操也已经二十多岁,但是没有接触过朝政,需要大臣辅佐。 曹操为曹操准备了四个辅政大臣,其中两个是曹氏宗氏之人,曹修和曹真,另外是曹操的心腹大臣陈勋和司马懿。 太子曹操继继承了皇位,只做了十四年的皇帝就病逝了。 曹操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,他的皇子全部夭折了,只有养子曹方。 八岁的曹方继承皇位,年幼的皇子继位,无法控制朝臣,需要辅政大臣。 曹操继位时的辅政大臣就只剩下司马懿了。 司马懿权势过大,曹操大臣专权,在曹氏宗氏中挑选了一个,和司马懿共同辅佐皇太子曹方。 此人就是大将军曹爽。曹爽对司马懿十分忌惮,黄瑞加崩后,曹爽联合自己的党羽将司马懿名声暗将, 慢慢夺取了司马懿的兵权之后,完全架空了司马懿。 司马懿看出了曹爽对自己的意义,开始在家装起了兵。 这样正符合曹爽的心意,曹爽的党羽趁机趁司马懿不在,逐渐掌控了宫中的禁军和朝廷的中枢机构。 曹爽掌握大权后,在朝堂上肆无忌惮, 乱用权力,不仅挟持幼年皇帝,还将郭台后灌入深宫, 还征集大军攻打蜀汉,结果大败。 曹爽不以为耻繁衣为荣,在宫中治久纲会, 把魏国治理的一团乱马,司马懿却还是装病。 虽然他退居二线,不再与曹爽争权, 但是曹爽对老奸巨华的司马懿还是不放心。 于是他派人查看司马懿的情况,司马懿既然装了,就不会露出马脚。 去查看的李生没有看出丝毫异样。 反而觉得司马懿有点可怜,他回去报告曹爽司马懿的现状。 曹爽对李生的画心以为真,对司马懿放下了警惕, 表面装病的司马懿在家中筹谋了他, 联系被曹爽得罪的功臣、蒋妓等人, 准备发起一场绝地反击。 公元249年,曹爽和他的全部兄弟, 带着皇帝曹芳到高品林法叶, 司马懿趁曹爽不在都城, 把曹爽幽禁的郭太后接出来, 然后通过郭太后下令, 逮捕在高品林拜叶的曹爽等人, 同时占领曹爽的军事驻地。 曹爽听闻消息后完全乱了阵脚, 其实曹爽完全和有司马懿对抗的可能。 身边不仅有天子, 有一群兄弟, 还有大量的进军, 但是他曹爽是一个转着无能的废物, 他父亲曹真才能真的是一点也没继承到, 司马懿深知曹爽的为人, 他派人劝曹爽交出兵权, 就饶他不死, 而且富贵不愁。 曹爽还真就信了, 司马懿这个老狐狸直接投降了, 司马懿得到兵权后, 就没有说到做到, 他公然违背承诺, 和曹爽交好的人全部死在司马懿手中, 司马懿的这次政变, 一共诛杀了5000多人, 场面十分血腥。 不得不说, 司马懿太阴毒险恶了, 曹爽的遭遇实在是太过凄惨, 就连司马懿的同伙, 蒋记和秦太也看不下去了, 因为愧疚不已, 不久就病逝了。 几年之后, 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, 司马懿讨伐想要振兴卫士的王林, 王林曾是司马懿的同事, 他讨伐成功后, 不像处置曹爽一样, 诛灭王林三族, 司马懿因为杀略太多, 经常被噩梦惊醒, 这样的情况一场, 不久司马懿就病倒了, 司马懿死前立下一个奇怪的遗嘱, 他规定自己的葬礼一切从前, 之后去世的遗孀也不能和他葬在一起, 不准后代送葬, 不允许后代子孙去给他扫墓, 他的儿子司马昭遵从了司马懿的遗嘱, 从来没有去扫过墓, 其实他这样做应该是为了防止仇家, 挖他坟墓, 后来真的没有人知道司马懿的坟墓在哪儿, 司马懿真的是三国之中最老贱俱华之人, 他是迎人狡猾的老狐狸, 但是却是笑到最后之人, 司马家族最终一统天下。